疫情期间重创了花莲观光产业 台塘光复糖厂也趁着游客量少的时捷 赤兹800多万元 重新整修园区老旧不服使用的展售场 同时也大幅改变了游园动线 目前整个整建工程接近了尾声 台塘花东区处的经理林祥珍表示 预计下星期就可以对外开放了 从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染伤 花莲中区旅游指标据点的台塘光复糖厂 游客量也锐减 然而台塘借此机会 重新将老旧不服使用的展售卖场 全面整修一番 在整修期间受到疫情影响人潮少 不论施工还是游玩品质 都不受干扰与影响 可说是一时二秒 趁着疫情没有客人的时候 就来拔包设计拔包 然后赶快来做整修 希望疫情过后 我们要带人潮来的时候 我们有幻然一新的展售中心 可以让游客耳目一新的感受 台塘花东区处赤资800多万元 不仅重新整建老旧的展售卖场 更将原本被卖场建筑区隔的区域打通连贯 让整个游园动线更加顺畅 我们展售中心因为很多年没有整理 现在要整理 但是我们在整理的当中 也是思考未来发展的方向 所以我们把我身后的这个部分 做了一个满大的通道 将来会连接仓库区 让仓库区的发展可以更好 而且让冰店这边的客人 可以经过这个通道 然后走到商户区 有更多的项目可以看 经过半年的整修工程 目前整个整建工程接近尾声 施工单位也忙着做最后的环境整理工作 台塘花东区处经理林祥珍进一步指出 等暂时签到三号仓库的卖场货品 全部进驻归位后 最快下周就可以对外开放 提供游客民众更舒适顺畅的有缘环境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